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嗯...推开一点 生活、资讯、流行、文化 一字到位 嗯...尚在咯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位的POP最正点 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们最正点来宾邀请到的是 知名影评人CHA CHA 初 employee姐好 大家好 我是CHA 好 我们一个月有一次的正点电影院 好 那现在讲到电影院 电影院的人是有点要淌血 但是就是正点 我们应该要叫正点什么 影视 聊一句 对 影视院 对 好 那如果说讲到4月5月 上的电影我就觉得非常勇敢 所以现在难怪也是很多的那一种 什么复刻啦 然后20年前的经典在上映 对不对 那个是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也会聊到这一题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经典的电影 趁现在修复 其实这个东西在这两年 已经在影展圈里面很盛行了 就例如说霸王别姬啊 他在两年前的金马影展 重新数位修复上映的时候 哇一票难求 其实他会有一个非常坚真信仰的客群在那边 看起来好像有点少 但其实呢 你只要好好的把这东西抬出来啊 其实这些信徒啊 他们反而不会跑票 就是全部都会潜水然后跑出来 而且那些就是平常我们可能 休闲娱乐会想说 我们来看个电影吧 其实我们的心态都是可有可无 然后现在防疫的状况 大家都非常全民防疫的很好 就会想说那尽量不要去 所以其实已经这两个月来 我常常感觉电影院是我出入公共场所 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人实在太少了 对常常会去那边 哇然后你会觉得 这个不用保持社交距离 而且之前其实去电影院排队买票 或是你没有事先网络购票的话 你要等好久半小时一小时都有 现在都没有人 现在不用基本上都可以 再加上售票机真的都可以直接买到进场 对对好那四五月有什么电影是 确确很想跟我们分享的呢 我们刚刚延续那个经典修复话题 就是有哪些人的电影 想看的电影是一定会进场看的 其实这两个月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 叫做动画 哦对 还有鬼片 这两个票房都还蛮伪稳的 就没有遗失太多的 就是看起来都 例如说有一些日本的动画 他们平常啊 以前在台湾的一些上映的票房市场 大概就保持在三五百万左右 这是基本盘 对然后结果呢 今年二月就有一个非常的 算是横空出事叫做明两不菲 其实它是BL动画 对那它就是一直 它是BL动画 它是BL动画 那那些客群啊 那些信仰者就非常的坚振 而且他们很怕看不到 哦 所以他们很怕电影院很快把它下档了 所以他们通常第一周 通常都对电影院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第一周 因为它的电影院跟片商 有一些票房的拆账机制是 第一周首映啊 片商可以拿到最好的分润 就是我跟你拆账的话 然后随着那个第一周 第二周第三周放映下来 电影院啊 他会觉得说 我一直让你的片放在我的戏院里面 然后会压缩到其他新片上映的空间 所以如果你要一直继续在我这边 上映的话 他们那个戏院方的分认为越来越好 对就是一个公平机制的 然后所以呢 很多像这种 比较算是我们说 所谓的寡众这种观众啊 他们都会冲第一个礼拜 一方面是 他们信仰的IP那种东西 他们会觉得我要让你多赚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 因为你多赚一点 你就会想 嗯这个我有赚到钱 我以后可以引进更多的相关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很怕我下礼拜就看不到 因为下礼拜又有新片 所以那些人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就整个第一周第二周狂冲 然后票房就整个冲出好几百万 然后大家都吓一跳 所以他最后的票房大概有多少 他这个礼拜还在上哦 他还在上 对然后已经快要破千万了 等于他上了快要 两个月了 就很神奇啊 就通常这不是一个很正常 因为基本上 因为现在很多的 原本要上映的片子 可能会抽片嘛 他可能就想说要延期 所以可能也给他们 对 票房不错的就会继续 其实很多电影都是这样 如果是新片的话 例如说我们喜欢看漫威超级英雄 对 讲到底其实漫威超级英雄 以前也是寡重市场啊 就是在他还没拍成电影之前 对 你看美满的人 人家会说 啊你是geek 就是所谓的比较寡重的宅男啊 那些啊 但他现在整个反扑到这个世界 变成整个全世界观众主潮流最 算是票房市场最坚固的一群 所以这我觉得没有什么是 你以前觉得是少众 然后后来变成 现在变成大众流行文学 或者大众流行电影 没错 就很妙 所以就像是我们之前讲说 乐团里头什么独立乐团 以前是非主流 现在都是主流 以前的独立啊乐团 对啊 小时然现在台湾乐团在靠他们称 真的 就是说什么主流 什么是非主流 其实真的很不一定 你只要有好的作品 好的内容出来 对好的艺术形式 好的美学 对 更多观众越来越喜欢 你以前的寡重啊 主流啊 独立 那些东西可能都只是因为市场的分配机制 嗯 然后最近随着其实线上串流平台 或者线上的 不论是 像现在也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 然后也可以收看 各式各样的电影跟节目 嗯 所以其实观众的选择越来越多之后 开始观众导向的这个东西 拿到他们的算是操控权 嗯 所以其实很多的内容生产 很多的节目 很多的音乐啊 或者是电影 都已经越来越向观众靠拢 就是观众决定了开始市场的节目 以前是呃 由上而下的 电视有什么你就要看什么 对 那现在是我们有太多选择权了 所以你一定要内容够好 然后它的样貌 样态 你可能要要有更多的类型 让观众可以选择 那你刚刚讲说 现在呃 4月17号上的那个动画片 是叫做知道天空有多懒的人啊 哎 这部片啊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日本的动画 真的比较小看它 它常常会有一些 很奇妙的文学性 是很创新的 嗯 就它 我们常常听说 哎 地伏林 地伏林 它听起来好像是一个 呃 一个人 呃 就地往生 然后那个 冤魂在那边 嗯 然后屈指不散 但其实听 知道天空有多懒的人 它故事讲的 是一个关于梦想的地伏林 就是人 嗯 一个人啊 如果他没有梦想 他可能就会像行尸走肉一样 嗯 然后你的梦想就成为一个灵魂 然后驻扎在一个 你不愿意离开的地方 它故事是讲的说 哎 有一个 有一对姐妹 因为父母 嗯 过世的关系 所以姐姐就承担起 养他妹妹的责任 他本来有一个男友 是要一起去追求音乐梦想的 要一起去东京打拼的 嗯 可是他就跟他男友说 你自己去好了 因为我要照顾我妹妹 嗯 所以他们就留在自己的家乡 然后男友自己去了 然后多年后 那个男生 回来了之后 啊 他们突然发现那个男生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梦想 嗯 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啊 就是你当初那么的 觉得说我一定要去闯闯看 怎么你好像变得很普通 就是只是帮人家乐团配乐伴奏的人 然后后来他妹妹就发现 哦原来那个男生 他的那个梦想被困在一个他们的村庙里面的一个小庙里面 就变成地府林 哦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没有带着梦想 嗯 去到全世界打拼的话 其实你就是一个空壳子 所以你就不会有 所以那个梦想就变成那个男生 那个男主角 他的一个年轻18岁的那个样子 还就是即便他姐姐跟那个男生都已经30岁了 但他们还留在他们本来最年轻的样子 哇他其实很有文学的那种隐喻性啦 对然后后来那个女生就 其实妹妹也是暗恋那个男生 但是他突然发现说 不是我不是暗恋你呢 我只是因为 有梦想的样子的男生很可看 很帅 对 哇所以你说从动画片当中 其实他日本动画片那么厉害 他很多的那种动画片的票房呈现 其实告诉我们说 动画片做得好 他跟就是真的人在演的其实是 其实是差很 而且其实动画的精准度很可以 对 因为有时候演员你知道演技如果不好的话 是如果有飘舞不定的演技的话 对啊 动画的精准度都很高 对 然后他再加上他里面的深度 他的寓意 还有他呈现的方式 对 就是发现说 所以有很多的动画都被直接拿去拍成真人版 就是那个IP就直接用去真人版了 对 就后来大家发现动画比较好没有啦 真的因为最经典的案例就是金敏大导演蓝色恐惧 被翻拍成黑天鹅 然后那个导演还不承认 可是大家就说你骗人 因为他那个风镜啊什么完全就是画面照拍 然后那个导演说没有没有我没有 就很好笑 就全世界都看出来说 那个精神分裂的角色 你是学金敏的那个蓝色恐惧 结果那个导演还不承认 哇 好 所以在4月17号上的这个 知道天空有多蓝的人了 现在还在上吗 现在还在 大家可以有选择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位的 POP最正点 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POP电影院 正点电影院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资密影片 Chir Chir 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4 5月的电影推荐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 知道天空有多蓝的人啊 对 他的名字 也这么 那么的 文青 是不是 是不是学 call me by your name 这样子 这么长 这么长 那还有什么片呢 其实还有一部 大家应该会觉得 很奇妙的片 它是真的真是改编的 叫要命监狱 这一出戏啊 其实是 哈利波特已经30岁了 大家可以想见 他30岁了 真的 丹尼尔 雷德克里夫 这个男生 他30岁了 然后他一直被困在 哈利波特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枷锁 他一直很想要突破 他真的是个枷锁 其实 其实凭良心讲 我觉得他还蛮勇敢的 因为这个人 他真的不要再演戏 他这辈子都够花勇了 真的哦 但是他还是很有 表演的欲望 而且老实说 我个人啊 平心而论 我觉得他的 尝试度比妙丽 还要好 是哦 因为妙丽你看到他跑去演美女艺首 好啊 那我就OK啊 大家可以看到他在里面的 就普通 而且他也自我突破性也就是这样插一口气 但是哈利波特他其实他在这一出戏里面啊 因为他是饰演一个在南非要反对种族隔离的自由斗士 所以他就学了南美腔调 南非腔调的英文口音 然后已经很有心了 然后可是你知道坐牢的故事里面一定会有一些 例如说全裸啊 然后给你检查屁股啊 或者干嘛 然后具体里面就是他有把钱藏在塞在自己的杠门里面 其实就有非常多很牺牲的戏 然后他都很 而且他在整个里面 他看不太出来他是哈利波特 一头卷法蓄起大胡子 对对对 非常的乱啊 然后非常的惨这样子 而且他坐牢因为高达12年 他是这过程里面啊 自己制作出木头的钥匙 然后在这个要突破石道 就老不可破的监狱的铁门 然后用那些钥匙打开 然后逃狱 因为这是真的故事改编的嘛 所以他逃狱出来之后 他就把这过程写成了小说 然后写成小说之后 真的非常畅销 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看到了 要命监狱这部电影 OK好 那他这个在其他的国家上映的票房还OK吗 我觉得他最近的全世界的票房 因为中国大陆的戏院也关了 也关了 美国也 几乎也就是关了 他有开始要陆续说要放开啦 所以其实在票房方面 确实大家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这是一定的 只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哈利波特粉 或者是你就是喜欢看这种鱼鱼题材 那这个会是一个好选择 因为它是真实改编的故事 而且又算是卡斯又不错 好 要命监狱 这个也是4月17号上映的嘛 对 好 那再来一部惊悚悬疑片 吞噬 吞噬 吞噬这个女生 这算是有点女性电影 跟她简单很简单 就是你以为加入豪门 就是幸福的开始吗 可能是你噩梦的开始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开始 我们开始发现性贫义一体之外 就是女生 她们有 例如说追求自己梦想的一个权利 跟自主性 那如果你今天加入豪门 你可能可以去想见的就是 那大概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环境 就是她们要你怎么样 你才可以怎么样 表面看起来很优渥 很舒服的生活 你会发现你过起来完全没有自由 所以这个女主角其实 她后来就变成一个 喜欢乱吞小东西 到自己肚子里面的人 那她图丁也吞啊 棉花也吞啊 电池也吞啊 这样子 她就觉得 因以为了 因为她觉得 她唯一可以控制她人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然后后来她老公发现 你有病 然后就把她送到精神病院 就是非常 这表面上会跟全世界的人说 那个这个 我的老婆是我人生的全部啊 但其实你当你发现说 你的老婆不可掌控 有一点点不可掌控的部分 你就想把她丢掉了 这是传统的男女关系之间的一个 把她惊悚化的故事 是是是 而且她甚至想要把她放到那个 精神疗养区 所以这个是一个惊悚片 4月24号上映的 好 那再来 还有一部很恐怖的 其实我们等一下又会讲到 关于那个厌尸的东西 臭丝剥茧 这部片我觉得好猛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猛的 那个解剖师弟的电影 其实我觉得她是其来有自然 因为这部 这部片哦 她其实当初 是我们知道金马影展 奇幻影展 因为疫情的关系也延宕 刚刚那部片也是 就是吞噬 她也是本来在奇幻影展 有放映 那后来取消 整个影展取消 然后抽尸剥茧也是 她是去讲一个 厌尸官 她被威胁 然后恐吓之后 透过一个一句一句的尸体的 解剖跟找线索 才救到她女儿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 因为她其实是本来有一个 号称为德国的 实地分金的称号的恐怖大师 她叫做费策克 她的畅销写小说 解剖改编来的 然后她故事其实就讲 除了那个厌尸官之外 她还有另外一个女生 很好玩的女主角 她是一个漫画家 然后她刚摆脱掉 她的恐怖情人 可是她即便已经分手 她一天到晚都觉得 那个男生要来找她了 然后要来欺负她了 所以当那个故事开始就是 她手机突然介绍 她前男友的简讯说 我得到了你的新手机号码啦 然后她就开始赶快 她明明看到四周 没有她前男友 但是她就莫名其妙就想逃 然后逃到一个海边 就不小心踢到一个尸体 然后就开始 尸体上面有电话 电话突然有人打来了 她就吓死了 可是她还是去接 接了之后就发现 原来是这个解剖官 验尸官打来给她 说我女儿被绑架了 然后她说线索就在这座尸体 你要帮我找 感觉很难啊 很痛苦啊 很悬疑很尽手 这女生也太大胆了 就是你看她怕前男友 怕成这样 她尸体不怕 所以整个片长是两小时十一分 应该会从头到尾做力难安吧 我真的觉得 我都觉得说你够了 你可以让我出去吗 因为她从头到尾 就是你解剖尸体是一个 她里面又有变态杀人魔 然后又有就是追逐 然后又有这个 你去看那个她从她真的解剖的超狠的 就是她直接打开 例如说她要从那个尸体里面的喉咙里面找证据 那她放了一个箭达出奇蛋 里面有一个讯息 然后那个讯息里面 在那个尸体的喉咙里面 但是你挖不出来吗 因为那个蛋你只 你越挖会越进去嘛 所以呢 夜市官就说 好 没关系你拿着电话 我教你解剖 她就真的是在解剖台上面 就划开那个尸体的脖子 然后掀开她的第一层皮肤 下面有肌肉 好这打开那个肌肉 原来石刀是长这样 这切破石刀 你会觉得那个 原来 所以她拍的非常真实 她拍的很惊悚 就是很可怕 因为就天哪 然后你以为 这应该是这部片的最极致 最血腥的样子 没有后面再来给你 例如说 就讲说 变态撒拉摩 他们的一些形式模式是怎么样 然后去探讨犯罪心理 就是那些犯罪者 他们要 为什么要去虐待人 那个就是一成一包 一成你会看了之后 我看完 我老实说我两个小时之后 我就觉得我的肾上腺素 好像被榨干了 就看完之后 你会很想要赶快逃离 然后你会觉得世界很美好 这种惊悚悬疑片 跟那种鬼片的害怕不一样 对 但其实我们知道 以前美国 我们并不觉得 它恐怖片可怕 是因为它就是为一味的傻血 甚至你会觉得它好笑 那这种不是 它即便没有 就是致命的太多的动作 那你就会觉得 不行不行 你快想要逃出去 那你给它 如果一到五分 你要给它 如果以惊悚度 或者是猎奇度 或者我人生看过没有的 那我就会给它满分 对 但是因为我不好知道 所以它是不是 就是如果说 你真的喜欢看惊悚悬疑 然后这种 让你上线爆表的 就应该是一个首选 真的 而且你知道吗 这部片啊 为了求它的真实性 他们还找到德国的首席法医 筹克斯亲自来监制 这整个 所以它是非常有专业度的 你的解剖尸体长怎样 就是真的就应该是 所谓法医看到的那个样子 我想起来就不太舒服 好的 那有没有舒服一点的片呢 还有什么呢 有我觉得应该要大家抒压一下 这部片我真的很推荐 蔡大哥跟苏惟姐 你一起去看 哪一部 政客陈时中 政客陈时中 陈时中 对很坏有没有 算时中 连这个片名 连这个片名都这样 对就很故意啊 我刚刚讲说 我们现在最强业配王就是 陈时中 昨天我在那边好好笑 到底在发什么 火鹤花 要帮花农来做一点那种行销 好好笑的 陈时中 对 政客陈时中 政客陈时中 这也太厉害了 我觉得部长是不是应该要这个 就说不能再乱用你的名字了 对 因为他现在是现在台湾最知名的线上人物 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故意的谐音的片名的发想 他是韩国片 他是韩国电影 而且是我韩 今年我老实说我今年看过 数一数二最好笑的韩国电影 就我去年有一部跟大家立推叫 《鸡不可思》 就让我笑翻了 今年就是首推这一部片 他是一个韩国领美秀来主演的 一个想要去竞选总统的国会议员 那当然总统之路还在努力 他先竞选连任成功 但是这个女生 他就是一个见人说个人话 见鬼说鬼话 一天到晚在那边扯谎 其实当然我们对政客的印象 大概可能很难摆脱掉 对这个印象 那这个他有一天呢 他就得到一个病 一种病叫做 因为他奶奶啊 他为了当第一次他竞选获胜的时候 是因为他奶奶刚好病危 然后差点挂掉 然后他就打着他奶奶死掉的牌 然后就就是竞选成功了 但是想不到 其实他奶奶没死 那奶奶一直被他偷偷的养 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奶奶就受不了他一天到晚扯谎 就跟神明许愿说 我希望我的孙女不要再说谎了 从那一刻开始他完全只能说实话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女生 哇他讲出一些非常劲爆的实话 就是他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只要任何人问啊什么 然后关于贪污啊什么 他全讲他没办法不讲 就超好笑 超好笑 超级好笑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韩国的婆媳问题 还可以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很好 就是他有一个落差 就是他在可以说谎的时候 他每天他婆婆打电话来 他是即便是隔空打电话来 他都跪着讲电话 跪着跟他婆婆说 啊你早 然后那一天到晚就 哇非常充满敬语 然后后来当他开始说实话之后啊 他婆婆出现在他面前啊 就开始说 为什么你要出现在我们面前 然后开始说一些很可怕的话 然后那个婆婆就说 她婆婆一下死 对 她婆婆说我是关心你耶 然后他还会呛她婆婆说 真正的关心就是默默的不要打扰 然后我们就会讲一些 哇你看了你会觉得很舒压 这听了我也很想去看 真的很好笑 而且你真的很会分享 我们有听到朋友在问说 刚刚的那个金手片版分 是片名是什么 抽丝剥剪 抽丝剥剪 4月3日昨天上映 对好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最多期 10点33分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正点电影院 我们今天知名影评人 还是雀雀 好啦我们在广告时间 也欲罢不能的聊了好多 欲罢不能 大家去搜寻 欲罢不能 这个 因为好戏真的很多 那 如果遇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戏 就是也讲不完这样子 所以这个 每次遇到雀雀都很想听她的建议 好那 刚刚还正客成时钟 4月10号上映 现在应该还在上吧 是是而且她真的好可爱哦 好啦那我都很想去看了 还有什么片呢 其实还有一部很重要的片要推荐给大家 叫做坏教育 一样是4月30号上的是修杰克曼金刚狼的一部最新作品 拼到金刚狼我就想去看 对而且她全台只有 全世界哦 就只有台湾看得到大一幕 因为她跟HBO合作 然后在疫情的影响之内下呢 就是这一个礼拜呢 他们HBO就决定 那我直接上架好了 但是就只有台湾的院线 是可以看得到大一幕的 这是昨天上的哦 那这好 所以这个坏教育讲的是 这部片其实它也是真的真实改编 讲的是说 纽约有一个史上最大的一个弊案 那那个弊案呢 是来自于 真实的高中里面 有一个做到学区总监的人 他贪污贪 一共贪了大概 嗯好 我觉得就也还好啦 就大概3亿台币 但就是一个最大的丑闻 然后那过程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金刚狼 他饰演这个 哎坏人耶 其实我从来都觉得 金刚狼这个演员很妙的原因 是因为啊 如果你看他演纯然的好人 有时候你会觉得挺无趣的 因为金刚狼大家都知道 修杰克曼他本人更好 你演好人 你是演不过他真正 就是他自己演好人 他对粉丝都非常的热情又好 甚至他还会回到美国脱口秀 他还宣导说 哎呀台湾的粉丝 好规矩好乖好可爱这样子 他整个就是一个可以 而且他还唱那个耶 他还会唱中文歌耶 好可爱哦 对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生 然后呢 如果你看他演纯然的坏人 你可能也会失望 像航向梦幻岛像潘恩那种 他演黑胡子 但其实我觉得一点魅力都没有 就是很简单 或者是成人世界迪士尼的电影 去讲那个制作机器人的工程师 那他没有才华 后来他就去偷大夫巴托 就是那个演少年拍的那种 他的一些idea那些东西 然后甚至想要去把他设计出来的 那个机器人抢过来 就是一个大坏蛋 那种你会觉得 嗯还好你就是坏蛋啊 就很传统坏蛋 但是如果你看 修杰克曼像演这种坏教育 想要变成好人的坏人 或者是他想要变成坏人的好人 或者被当成坏人的好人 这样例如说 他唯一这辈子入围过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悲惨世界 就当全世界都以为 上万强是个大坏蛋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个好人 那种东西他就很会 他非常会游走在人性的 那种善恶边界里面 让大家觉得说 所以你到底是好还是坏 你要怎么选择 他那个对我演得非常的厉害 哇哦 所以坏教育是全世界 只有台湾可以在大萤幕看到的一部电影 而且你可以看到 修杰克曼很厉害的是 他其实哦 他在里面算是很牺牲演出 因为那个真正人物的学区总监 他是一个非常爱美的gay 所以他在电影里面 他有去拉皮 然后你就看他坐上手术台 然后往耳朵旁边画一刀 然后出血了 然后他去整形做医美 然后呢你也看到他在里面就是亲吻小鲜肉 因为他有那个同志倾向 但是他又外遇 就他自己有一个很固定的伴侣 但是他又不满足自己的生活 他又去另外再找了一个年轻的恋人 你会看到里面就是算是很牺牲演出 而且其实你不会感觉到 因为他这么帅的人哦 通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卖弄一下你的荧幕形象 我觉得他在这部片里面 他没有在想这些 他就是好好的演戏 所以异正异邪的精彩演出 对非常精彩 大家可以看到 修杰克曼 修杰克曼 另一个样子 另一个样子 好 坏教育 好的 那我们要来看看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经典的怀旧重映电影 我看到那个 雀雀的 这个脸书粉丝团上面 有贴了好几个那个张古荣的 对 四月初的时候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四月一号我们都知道是哥哥的忌日 是 然后呢 有时候呢 本来就会有以前 不只是今年疫情开始才这样啦 以前其实就有一些这种经典的修复 或者就缓缓 哥哥的一些电影会陆续出来 然后但是今年特别不一样就是 在四月的时候 他就真的伴亡别姬 刚好又重新登上大荧幕 对 我再去看 我看前十分钟就狂哭 就是泪油不止 一直抽搐 怎么一回事 因为大荧幕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们小时候没看过那种那么大的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二三十年前的很多很棒的电影 你重新回到大荧幕 大家要好好的掌握音谜 就是你一定要把握他们原因 是因为 你看小画面跟大画面就真的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因为我才在跟蔡大哥讨论说 之前刺激1995 不是上大荧幕吗 然后就跟他说 爸爸你要不要去看 然后他就说 可是我已经看了至少十遍了 他说每一个台词我都会背了 应该不用去看吧 我说可是他复刻版 在重新上的画质什么的 大荧幕应该不一样吧 那蔡大哥就是也 跟我时间也都不算 后来我们就没去看 我觉得应该他即便看十遍 他都会背的台词 应该感觉还会不一样吧 我觉得电影的魔力就是有些细节 就是你可以 但是有很多层次的 你第一次完全无知的状态下 你再去看的是故事没有错嘛 然后后来 真的会越来越像蔡大哥这样 你经典的台词在哪里 一个落点 什么转折 你都知道 接下来就会看 为什么有一些经典电影之所以是经典 是因为他的时代背景 还有他的那个环境成色 甚至他的美术设计 跟他的影像语言 其实就是会有多余台词之外的一些东西 对那其实我我也不知道 如果看了十几遍 可能真的是会一样没错啦 我一直随便他说 我发现那个有一个很舒服的电影院 里面也有耶 但后来我们还是没去看啦 我也觉得有点可惜 对这样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以后会变成显学 就是我们不用再担心说 出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电 经典的电影 可能还是会 我觉得会一直回来 没有那个潮流 好像感觉自己已经很顺形了 它已经开始定型了嘛 而且加上 连那个地流感生死恋都回来了 是不是 对啊 而且其实你要去想啊 就是这个时代一直都有新的观众 他们想要去炒生这些新的电影啊 对 所以其实那些人啊 他们真的没有机会看了 可能五年后十年后 他们还是会想看 然后我自己 我才两年前的去看那个霸王别姬耶 然后看的时候 也是大一幕 金马银站的时候 我今年四月的时候在看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你居然又泪流两面哦 我觉得那个差异是很大 因为我 这是虽然说时隔两年的大一幕 可是我小时候看的东西 是一个很粗浅的一个故事 可能我们看不懂 然后两年前看 我终于看懂他在干嘛了 然后看懂之后 你这一次在看大一幕 突然发现说 哇 那个时代背景细节之厉害哦 就是他其实片头的前五分钟 那个主角他们几乎都是没讲话的 他就只是一个妈妈 他抱着 哦 蒋文帝以前多漂亮 他抱着小男孩 然后经过了一个戏班 然后整个环境 你会看到 哦 原来大中国以前的那个环境 他们那种戏班啊 或者是那种村落里面的那种 像是庆典式的东西的热闹的活动 他长得怎样 你突然发现说 这怎么调度的啊 就是 陈凯哥跟他爸爸怎么样办到的 就是说现在有些人生的经历 然后对于影片看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看的点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开始会去看技术怎么样达成啊 因为他照理来说应该没办法了 但是他还竟然可以重新还原一个时代出来 而且真的是很煞有介事 是 很精致的 那张国荣白发魔女传 哎 这真的应该是张国荣跟林青甲最sexy的 人生的重要代表作 他故事其实很简单 就讲说 一个武学奇才 就是武当派的继承人呢 他不小心爱上了一个魔教的女生 然后他们两个呢 因为是一个 像是罗明尤与朱利叶 不容许被在一起 就是正派跟反派的 怎么可能被一起 容许被谈恋爱呢 但他们两个呢 就本来已经以身相许了 然后后来呢 结果男生背叛之后 女生一夜白发 变成了白发魔女 你从来没有看过 我觉得林青甲以前三听电影 到他后来一直开始演东方不败啊 像白发魔女这一种的啊 我觉得他人生的巅峰 在创之后 你会发现林青甲其他的可能性 然后他在里面很性感的一些戏啊 你会觉得对对对 所以其实真的这个是 就是他是一个时代的女神 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说像什么 冰冰系列啊 范冰冰 李冰冰啊 周迅赵薇都难以匹敌的 真的 因为他的不可取太心太高了 对 他的风范啦 那其实就是光是张国荣 四月份 就是四月一号的阿飞正传 跟霸王别姬之后 还有阿飞正传 然后白发魔女传 夜半歌声 Oh my god 太棒了 夜半歌声我也超爱的 那里面的曲子也好棒 就是大家不要以为 他是东方版的歌剧魅影 然后不是大错 对 他只是一个听起来像是 然后其实里面又有时代感 又有一些更 那看都会哭喔 我会流眼泪 好的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Karen C.C.的谁 这个就是昨天在 Netflix正式上架的 谁是被害者 好来讲一下谁是被害者 谁是被害者 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推大家 但是一定要先看一下第一集啦 就是打开来看一下 因为你去想 真的连路人喔 都不知道为什么 请来这么多大咖的 所以我们如果记得 就是大家知道说 谁是被害者的制作人啊 他其实就是雨二的制作人 我们雨二的距离 汤哥汤森柔 对汤森柔大哥 他而且里面很好玩 他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里面他有彩蛋 然后他有讲三个字的台词 出场一下下 他三个字到底在哪 我等一下再请教一下 Chir Chir 而且他在那个 其实是那个雨二的距离里面 他也演了一个机车主管 对 这算是彩蛋 但其实除此之外 我们知道雨二的距离里面 那个杀人犯的妈妈 他有一个很经典的台词 叫做没有人生一个小孩 养他二十年 要养出杀人犯的 谢琼萱 这个演员啊 他在里面啊 他也是演王世贤的老婆 然后就非常 就是你可以去里面找那些彩蛋 还有宏都拉斯 对 就是这种彩蛋很好玩 然后你在里面 除了主线的故事之外 他其实细节都做得很细 就是我很 不想这么讲 但是他尸体真的 都处理得很好 然后他尸体是有细节的 因为现在很多媒体 已经就是都有 纷纷报道了嘛 那这也不算报道了 因为他里面有蛮多的 连续杀人 连续杀人 那他死亡的方式 其实都蛮惊悚的 对啊 而且他其实是有一些 真实的社会 像荣屍案啊 焚尸案啊 然后里面其实很多细节 很可怕啊 那个细节多到哦 他还有一些就是 其实这整部片啊 就是很社会控诉 就是他有去讲 老公权益啊 还有忧郁症 或者是病人啊 单亲家庭啊 的那些人 怎么样被这个社会 推往边缘 然后后来 他们不被关心之后 所以其实第一集的 第一句话 张翰他讲了一句 很好玩的话 就是说 其实这个建设的工作 很荒谬啊 就很讽刺啊 就是我们想尽办法 从尸体里面找线索 去看他这个生前 去猜测说他生前 是因为什么而死的 但是最荒谬的是 你在他活着的时候 你并不想要去认识 他是什么样的人 对 这个真的很深刻的 一种反思 然后里面其实 真的也是提到 很多的社会议题 例如说 他里面可能提到了 外籍看护 外籍老公 一人自杀 绑架 然后里面也提到 什么更生人这些 我觉得这些其实 都是大家可以 好好去关注 你说短短八级 他其实每一集都很紧凑 他一集大概是 50分钟 对对不到一小时 所以你看八级 其实他是非常紧凑的 的八级 但是他里面 讨论到很多议题 然后他环环相扣的 这个害人命案的背后 他传达的是什么 都是很可怜 很感人的故事 最后会流下眼泪 我看到第七集 我是整个爆掉 然后我就 纵目睽睽之下 刚才跑厕所 我告诉你 里面真的很多的 大演员 他们就是一点点戏份 但是就是 非常的重要的 然后他们都 一起来参与这一部 共襄胜举 对Netflix的 谁是北海者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几天 其实反正八集 一集不到一个小时 追起来 追起来 让他们上排行榜 好不好 不要排行榜 上面全部都是韩剧 然后还有个美剧 欲罢不能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 书尾的 POP最正点 10点49分 正点电影院 这个四五月份的 好戏呢 请到知名影片 雀雀来推荐 哇 我觉得雀雀真好厉害 他刚刚给我看的那个 他的 他的一个类似像 警方办案的一个分析表 对还没公布 好厉害还没公布 谁是被害者 你画了整个关系图 因为我看到富豪辩护人里面 他们不就是常会画关系图吗 对对对他们很喜欢 连红线 然后贴note 然后便利贴 然后照片 这样子把它弄成一个办案的线索图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逻辑的训练 对对对 因为我们老是要去 我觉得电影就算了 因为电影短短两个小时之内 他有可以塞的线索有限 我觉得剧有常常 我当初画《想见你》也是画得要死 就是例如说 因为里面有三个人都在搞穿越 然后谁在1998年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哪个moment穿回去的 我们当初做了好多的表 就是这是一种乐趣吗 就是追剧的小乐趣 但其实像台湾的编剧 其实编剧群要强 就是他逻辑感要强 真的因为其实现在观众都暴聪明 如果你不小心安藏了一个点 其实是说不过去的 其实就很容易会被challenge 所以还是不要乱做这种 就是没有想好的事情的故事的铺牌 好所以Netflix在5月 在昨天4月30号 谁是被害者已经 一次看8集 对已经上映了 好让他们登一下排行榜吧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对是要打开一下 对对对 因为第一集就是不怕你看 第一集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基本上 因为我其实他本来我们要防主创 所以给了我们一个6集 他总共8集 那我本来想说要防主创 那我也不需要把全部都看完 我想说先看一下两集 那个节奏 那个主角什么的 所以又是欲罢不能了吗 就是也是欲罢不能 我觉得欲罢不能 名字取得也太好了吧 那感觉一直在帮他打广告的 好那Netflix上面 谁是被害者之外 有一部片是非常被推的是 今天营救 我觉得今天营救 感觉好像 好像我看到很多的评论 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今天营救 你有追到这部吗 这部片很厉害 这部片超厉害的 很厉害 克里斯汉斯沃 他是很厉害的一个片子 这部片很好笑 我觉得Netflix好处就是 我们去想如果有一部很棒的电影 我们看完之后 出来我们会想 我想要没有钱 要不然就想要再回去再买票再看一次 然后呢 但是呢 一旦我们有了Netflix 这种东西之后 你就可以回去重复 你就可以一直重复 你只要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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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那个钱 我就今天就有一个 推荐大家直接从35分钟 第35分钟开始看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梗 它是一个一进到底的动作片 不是全部一进到底 是它从35分钟到 等于是长达10分钟以上 46分钟 一共11分钟的一进到底 这里面不是开玩笑 就是我们常常说 一进到底一进到底 有时候你会觉得完烂了 但是这部片真的很厉害 就是我看到大家中间掉了三次下巴 我说是可以这样子呢 这怎么办到了 就是我现在想说 不对不对不对 因为你一进到底啊 一进到底 我们所谓的一进到底 其实就是讲说 在摄影技巧上面呢 镜头从头到尾都跟着主角 没有断掉画面 不透过剪接 然后这个在与会上面 会有一个很棒的作用是 它让观众会感到很紧张 你会觉得跟着主角一样 就是完全没有 就是喘一口气的机会 那克里斯坦说在里面呢 就营救了那个 营救一个小男孩 过程中要带着一个脱油瓶 然后前面要面向打一些 因为它是一个营救毒枭之子的 一个故事的一个佣兵的故事 所以呢他所要面对的敌人呢 不但只有毒枭 就是不知道 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好人 敌人还是自己人的坏人 还有就是因为警察都被收买了 所以你遇到警察 你也不觉得他会是好人 所以你就要通打 见人就打 然后呢一定要叨叨毙命 或者是强强毙命 所以里面有很多 例如说你怎么可能 在这个很一转眼的时间 你就抱他的头 抱他的头通常就是一个咖 没有他转头马上又 马上马转头又抱另外一个人的头 然后那个其实那个导演 你要追得上克里斯坦斯沃 他里面最酷的就是他从树林 飞车追逐到小村庄 从小村庄在进去民宅里面 印度的民宅里面就是穿梭了 好几十户人家的厨房客厅啊 然后对付敌人之后 再跳下市场就是从二楼 就是直接两个人 就在扭打之中直接掉下去 所以他是扎扎实实的从楼上摔下来给你看 然后没有咖 所以他没有替身 看起来是没有替身 一定没有 因为那个是一镜到底 就是谁演就是谁啊 所以他掉下来之后 你想不可能这边要咖了吧 没有 他继续爬起来 他继续爬起来 而且重点是 天啊 不知道这个一镜到底是拍了几次啊 应该不可能一次OK吧 很可怕 而且重点是你爬起来之后 这边丢的 我就想这是怎么办到的 而且最后还继续飞车追逐 然后撞到那个卡车 撞到东西然后爆炸 这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匪夷所思啊 这怎么办到 就是你去看你去看 你一定会觉得说 不可能这个没有在运线上 没有在大萤幕上看很可惜 好啦雷神索尔啦 克里斯和索尔今天营救 那最后一点点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主推一下 做工的人 真的5月10号的时候 在HBO一次第一次看一两集 然后全部六集而已 其实真的要看的原因是因为 他也是鱼二的制作人 其实当初鱼二的制作人就是两个 就是两个 一个是汤哥 一个是玉琳 对就这两个 然后他们兵分两路 今年呢 这同一个时段里面 竟然就是推出了他们的新作品 做工的人也是 你会一直在那边看 你看一直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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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笑完笑哦 后来你发现你在笑着 哭的故事 对而且 estimate 我其實我以前是建築系的人 然後我常常進出工地 我都不知道原來台灣工地這麼美 他們不知道怎麼拍出來 他們拍的這個真的影像畫面 因為影像畫面就是 雨樂的距離的導演林鈞陽啊 對 所以他拍的很精緻 你去看當初你在我們雨樂的距離 有時候你會突然覺得那個畫面很厲害 你在做工程你也會感覺到這件事情 而且整個在進化昇華 因為聽說是雨樂的距離 剛開始要上架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在拍了 OK好 大家支持一下喔 謝謝薛芊